这个男人一刀抹了中国神兽的脖子 但他不是为了解馋 而是想要通过神兽的血液预知未来 男人叫格林德沃 是名黑巫师 因为不满人类对巫师的压迫 所以大量招揽信徒 想要实现巫师统治世界的邪恶计划 他派信徒们前往中国桂林 寻找神兽麒麟 恰巧此时 麒麟妈妈正在产子 神奇动物学家杰哥为他接生 没过多久 一只小鹿模样的宝宝顺利出生 杰哥很开心 刚才没把母子保护起来 格林德沃的信徒就陆续杀到现场 一招阿达瓦啃大瓜 麒麟妈妈瞬间倒地 杰哥施法阻拦 没想到保护罩 被木兰者克雷登斯 又声声撕开了一道口子 紧接着无数工具向他袭来 杰哥一个躲闪不及 被击入水中 小麒麟也被信徒们打包带走 看着众人远去的背影 杰哥十分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暴露了麒麟的位置 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就在这时 另一只小麒麟 颤颤颤巍巍的走落出来 原来麒麟都是双生 杰哥顿时喜出望外 好歹黑乌师妹 并不了解这点 麒麟妈妈留下泪水 放心的离开了 而杰哥也因为力竭 昏睡了过去 见此情形 香子里的气鸟 把自己古城色气球飞上高空 用尾巴捡起主人 烧上皮箱 攒来双翅缓缓离去 麒麟之所以如此抢手 是因为他不仅能看透 人性的本质 而且血液还能预设未来 这让格林德沃掌握了 绝对的主动权 也就意味着 吴师妹想要打败他 必须选取非通勋常的对策 安全屋里 杰哥和哥哥找到邓姆里多 这个和格林德沃杀血为谋的男人 不能产生思考与之对抗的想法 否则 就会遭到血蒙瓶的反噬 尽管如此 邓姆里多还是为学生们 想到了对策 面包店里 小炮十分想念女友 甚至豢养出了 一个栩栩如生的小美 和自己抱抱 静默无助时 他发现年背面一伙小流氓 正在调戏一个黑皮美女 小炮虽然不会魔法 可还是勇敢的前驱阻拦 虽然美女并不需要帮忙 显然 这个名叫拉丽的女人 也是一名巫师 挥动魔杖 帮小炮化上一身帅气西装 拉丽翻开魔法术 但小炮走进知识的海洋 下一秒 表人出现在了飞驰的火车上 而包括杰哥在内 几名巫师已经过多时 他们就是邓姆里多 组织起来的反黑联盟 想要对抗只要未来的格林德沃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颠覆认知 因此他托杰哥 送给小炮一边魔杖 如果麻瓜都能拥有魔法 那这个世界 将不会按照常规进行 火车到站 助手拿走了 装有麒麟的皮箱 因为杰哥 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助人来到国际巫师联盟总部 此时这里正在选拔下一届领导人 杰哥找到会长 希望他能站在正义的一边 共同对抗格林德沃 殊不知 联盟内部早就深受黑巫师腐蚀 现场也来了很多格林德沃的人 会长不仅没有明确答应 甚至在会议上当众宣布 赤肖哥林德沃的杀人罪状 与此同时 被洗脑成杀人工具的克雷登斯 找上邓莫利多 准备宣泄被家族抛弃的仇恨 男人被车撞到的瞬间 竟直接适应到了汽车内部 他大手一挥 以前的一切全部化为碎片 这是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 而正在对抗的两人 这是年轻的郑莫利多 和他素未蒙面的外甥 两人实力相差悬殊 郑莫利多眨眼间 来到克雷登斯身后 将他带入了虚无境地 在这个地方 克雷登斯所有的攻击 都被大大削弱 最后被对方轻轻一掌打翻在地 加入了凤凰现身 驱关走了他体内的默默然 随后 邓莫利多将他带回现实世界 克雷登斯惊心恍惚 但内心深处的理智 已经渐渐苏醒 另一边 杰克七也看着 自己的哥哥 被其他巫师击运后 扑了带离的现场 可此处鱼龙混杂 主角团只能先行离开再做打算 来到室外 熟悉的黑手套再次出现 将几人带到了 邓莫利多的身边 他知道杰克的哥哥 被关进了魔法部的监狱 于是给了他三个铜弯的物品 来到银岸的地下入口 杰克送上第一件铜弯卡片 尽嘴的看守人察觉来者不善 护压了他的魔杖 还将杰克随身带来的 小兽群河豚金兽 全都关键了笼子 抓起篮子里胖残勇 在耳边摇一摇 一个简易的小灯笼制作完成 杰克自身进入监狱 没过多久 就被一群蝎子 某样的生物包围 好在他是魔法界的动物学家 带着一群随时会暴走的蝎子 杰克找到了 被盗掉了的哥哥 可很快 一只巨型触手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吓得两人大气都不敢喘 就在这时 旁边洞穴 门口的灯笼骤然熄灭 触手果断离开 带着尖刺查定了球犯的身体 伴随了凄厉的惨叫 球犯被带下深渊 划到一堆白骨被扔了上来 蝎子没很快围了过去 对了尸体开始啃尸 趁这个时间 杰克救下哥哥 软软到之前来的方式缓慢前行 可好不容易来到出口 哥哥的灯笼也熄灭了 杰克对待大事不妙 果然下一秒 怪物的触手火速杀到 随机队两人展开了 大规模的捕杀 另一边 小树已经发动技能 打开了笼子 北想带着魔杖 前去支援杰克 奈何猪队友吞金兽 丢上了看守人的领带 两个小家伙被一路追得来到洞穴 正好赶上 杰克被怪物追杀 眼看哥哥即将被拽进深渊 杰克赶紧拿起魔杖 看守人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 没想到下一秒 手里的灯笼熄灭 就这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划回了两个主角的性命 另一边 对于新一届无师领袖的选举 正式开始 格林德沃也和一众信徒 赶到了现场 他命手下 将一杯毒酒蛋给后选人 拉里看穿这一点 施展魔法 让红酒挑出杯子 打在了大厅的木门上 小胖正一赶爆棚 如今有了邓牧利多赠宇的魔杖 竟然直接正面对现格林德沃 在格林德沃的控制下 小胖身间有了护风唤雨的本领 夜袭被搅得一片混乱 好在拉里及时出现 刷控魔法术带领小胖 此时的格林德沃从人人喊打的杀人犯 一个成为领袖候选人 众人很好奇 邓牧利多下一步的行动 只见对方用魔杖 在空中画起了水墨画 不久之后 一座美丽的山峰赫兰出现 这是位于喜马达雅山的布丹王国 也是下一次选举仪式进行的地方 在中国桂林 生活了一群极其珍贵的神兽 他们可以窥见人的内心 看通其一正一邪的本质 因此也长辈无师美 用来选举新的领袖 格林德沃将死去的麒麟放进了水池 念下咒语后 雪月竟奇迹般的流回伤口 他不断安抚着复活的麒麟 可小丫头还是对其十分抗拒 这时 格林德沃在水面的景象中 导致了另一只麒麟的存在 瞬间暴怒 他命令克雷登斯 立马去寻找另一只麒麟 而在遥远的霍格沃茨 邓布丽多已经想好了对策 原来早些时候 他和杰哥的助手 复制了五个一模一样的皮像 主角团人手一个 前往布丹王国 大家都不知道 奇迹会在谁的箱子里 这样格林德沃也就无从得知 邓布丽多启动转轴 众人一次上前 搭快车前往了布丹 此时这里聚集了大批的巫师 听着皮箱的主角团人一落地 立马感觉自己被跟踪了 拉里和哥哥碰到一起 而在他们面前 是虎实单单想要抢夺奇连的信徒 大战一触即发 仰人作为巫师里的精英 轻松就撂倒了几十个壮汉 可很快 他们的脖子被魔杖抵住 另一边 杰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好在他有小胖这个天选之挂 一箱子抡过去 两个信徒瞬间被放倒 虽然这也让他被人盯上 但小胖早就知道 自己这里没有麒麟 于是大帮放下箱子 扬长而去 至此 格林德沃阵营已经收掉三个皮箱 可当箱子打开 里面就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小胖箱子里是一堆面包 各个箱子里飞出来一只金色飞贼 而拉里的更加壮观 杰哥快步走向仪式入口 突然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去路 被方自称是邓不利多派来保护自己的 可没说两句 就开始上手抢夺杰哥的箱子 杰哥本人饥晕 而箱子就这样落入了反派手里 与此同时 选拔领袖的仪式正式开始 齐林在格林德沃的控制下 对他俯首称臣 众人皆被迷惑 以为格林德沃担任领袖 赤神兽的旨意 随即放起烟花 进入新的领袖上位 好在关键时刻 克雷登斯现身 借穿了对方的阴谋 杰哥也走了过来 表示麒麟受到了 给魔法的控制 见此情形 格林德沃丝毫不慌 因为他自信信徒们 已经控制了第二只麒麟 可下一秒 助手将箱子交给杰哥 他伪装承当地人的模样 而真正的神兽 其实一直在他这里 会了还想狡辩 然而第一只麒麟 失去魔法的控制 魂魂就没了气息 格林德沃自知大势已去 挥手打向克雷登斯 而致命的进攻 全都被邓木利多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 血蒙平开始瓦解 远都被誓言受惠数十年的人 终于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机会 自圆空天里 他们打得酣畅淋漓 和他二人举起魔杖 直向对方时 却都迟迟无法下手 故事的最后 血蒙平应声碎裂 也炫发了邓木利多 何格林德沃 就此分道扬镳 新的领袖在 巫师妹的欢呼中上位 而关于黑巫师 和巫师间的斗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